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现在啊,私家车已经进入了天家万户 在生活中啊,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搭乘别人的车 比如说顺路啊,或者不许是出去旅游啊,或者大家聚会啊,等等这种情况啊 搭乘别人的车这很正常 但是呢,老宋在这里提醒皮儿 坐别人的车也要有分寸,也要注意有些事啊,尽量别住啊 有些朋友说,没事,我俩关系好 他和我好得像一个人,我坐他车随便,他车不就我车吗 没有事啊,你可别这么说 我告诉你,就老宋说这几件事 如果你做了关系多好都没用,对方都会不满意 就是你亲爹的车你这么做,他都想大嘴巴子删你 有朋友说,不至于吧,什么事不能做呢,多注意什么呢 我给你说一说,有几条是大机会 第一条,坐别人车,搭别人车,脱鞋的 把鞋脱了,有你把鞋脱了,把脚还架在你一秒台上 架着就疼,脚往上一架,一架 俩脚往上一架,咖可舒服了 感觉挺好,你那脚臭不臭,有没有味啊 就算有人说,我脚不臭,就算你不臭也得一看 反光镜看俩大脚牙子,一看反光镜看俩大脚牙子 不管是异性和同性都不好,你异性更不好了 你这太不检点了,同性也不行,你说是不是 啊,再者说,你那脚就蹬一表台上,多脏啊,是不是啊 也得各应不各应啊,这个我告你注意 别说你穿正常鞋不能脱,就是你说夏天我穿了个拖鞋 你也尽量把脚放在拖鞋里面啊,别把这个脚那么拿出来 我告诉你,没人会喜欢,谁都不舒服 不说你,只是说面子上过不去,不好意思说你罢了 知道吗,朋友们,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坐别人车,别轻易抽烟 啊,如果这个车主也抽烟,人家不在乎啊 拿来抽一抽吧,你还有情可原 有些人呢,不管车主抽不抽,不管也得在车里抽不抽 到车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烟都拿出来了 啪,点着了,说良心话,一般平辈还好一点 别抽烟,车里不想抽,还好一点 你说赶上一个长辈,说他也不是,不说他也不是 他还不那么不自脚啊 我告诉你,那车里那个烟味,它是久久散不去的 很多车主,你看他本身抽烟,他都不在自己车上抽 为什么呢,因为车里还坐媳妇啊,孩子啊,这些人呢 你抽完烟了,这个车里就久久有烟味 媳妇孩子一上车,人也不舒服啊 所以,人家都不在车里抽烟 千万别在人家抽里抽烟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如果上人家 人家没有抽烟的人,不在人家抽烟 那些车里,家里还密闭 千万不能这么做 不管是你把窗户打开,还是关上 都不合适 另外老叔说的吧,没人愿意 几乎不都不合适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一种人就有意思了 坐别人车呀,对别人非得评价一番 主要评价什么呢,皮价人的车好坏 评价人的驾驶技术好坏 行,你要夸一车好还行 哎呀,你车真不错 哎呀,你车设计真好,哎呀,真宽敞 行,你也挺高兴 酒吧说什么呢,哎呦,这车坐的 不舒服啊,哎呀,你这坐可不行 哎呀,这空间太小了 哎呀,你这仪表台也太不好看了 哎呦,你这都连皮子都不是啊 哎呦,你这坐车里静音可不好啊 我跟你讲,哪个哪个车 我说,拿车静音品就好多了 哎呀,你这可不行啊 哎呀,你这驾驶技术 你这太不行了 你这地位你可左转的 这速度你也太慢了 哎呀,你这开车水平真不行啊 你说你是闲的吗 你坐银车了啊 你说白了,你不收你钱就不错了啊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 车不好,车不好你别坐呀 嫌驾驶技术不好,嫌驾驶技术不好 你还那句话,你别坐呀 你跟他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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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什么玩意啊,是不是呢 说白了,你这种就是真是情商低 就你这种情商,你能活到现在 挺不容易的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这种事情别去做 啊,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人车再不好 你也得夸两句,你也不能跟他 你实在夸别人口气,你就别夸了 你别评论人家不好 听明白老师那意思吗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带自己家孩子坐别人车的时候 不管要不教育任意所为 让他 孩子们不懂事 到车上来,我吃东西 吃点炸掉的,满车都是 我喝东西又饮料傻了 要么穿着鞋就踩一座上了 玩得挺高兴 你作为,你作为车主 关系挺好 你说你还,你好意思吗 别吃东西啊,别喝东西啊 小别上座啊 你一定不好意思说 但是心里都说一万遍了 你说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令孩子坐一车 你不知道管教孩子吗 哎,跟车上别吃东西了 吊着拿走吃 啊,叫叔叔还得熟悉 饮料别喝了 傻了怎么办 啊,不能穿鞋上一座 好说 对吧 这是你父母该做的事情 啊,你父母什么都不做 啊,就让你家孩子随便 啊,你觉得没事儿 孩子嘛 怎么就没事儿啊 人家车人家不心疼啊 人家不熟悉啊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如果带别人带孩子坐别人家车 搭乘别人家车 一定要注意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啊,不然的话 人家心里真是生气啊 一万个草泥马呀 真的是这样啊 啊,恨死你了 你想一下吧 是不是呢 嗯,朋友们 所以这是第四个 则注意的 第五个 啊,更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喝酒吐人家车上 哎呦,甜呐 尤其是逢年过节呀 喝完酒了 打别人车走啊 啊,忍不住了 哎呀 说实话啊 咱知道理解喝多了这个事情 但是 无论如何 你只要还有清醒的意思 那么千万不能吐人家车上 吐人家车上真的 那简直 哎呀 那车主都憋屈死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你那个味道 你那个熟悉 不是花钱的事情 简直太难清理了 如果有些朋友说了 哎呀,老叔 你可不知道 我那次真的是喝太多了 实在是没注意 太影响我了 我怎么就吐人家车上了 赶紧啊 去 第二天醒久了 去把人家车赶紧好好熟悉 该换坐垫换坐垫 乖换脚垫换脚垫 多花点钱 该给人翻新饭 给人家车整的 粒粒说说的 你说那得花多少钱呢 活该呀 谁让你吐人家车上了 对不对 你给人家做了这些东西 人家最起码心里面觉得满意了 哪怕车里还有点不舒服 人也满意了 因为你坐人汉行 你说你第二天 啥事没有 吐了就吐了 所有这些事 让人家清理的 花钱都不说 就那个恶心 那个劲 回家了 如果男的媳妇 你坐那个车 都得骂你男的 你干什么你啊 告你油在边 坐这家车 两口子都得打仗 明白老松的意思吗 所以这种事情 尽量不做 如果实在没做了 记住第二天 马上给你熟悉的 利利征征的 花多少钱 都得给你熟悉的利利征征的 明白老松的意思吗 这是大忌啊 太讨厌了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就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毛病 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 不怎么 没买车的 没开过车的 什么事呢 关车门特别质大 当一下 说实话啊 这部分人大多时候 除非特殊情况 俩人生气了啊 大多数什么呢 都是好心 我怕门没关上 我下车了 对自己力度掌握不够 一下就关声大了 就是好心 他就怕关不上 那么在这里呢 我提醒朋友们 就算不管你有车没车 你记住以后搭别人车 游体年龄大的一些啊 别使那么大劲关门 哪怕你怕关不上 咱关两次 也别使那么大劲 因为有车的人都知道 说你那么大劲关疼 咯噔一下子 最主要 哎呦 干啥呀 心里心疼啊 有朋友说了 那玩意也关不坏 他也不止胡的 那也不行 车主心里都会有点不舒服 对这个事情 他车主都是 哎呀 不喜欢那么大劲 关自己家车门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啊 好了 这就是老宋说的这几点 如果你搭乘别人家车 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犯 啊 还是那句话 关系再好 也得多注意 不然的话 就是你亲爹 他都想下去散你 你说对不对呢 咱们呢 就是多注意这些小事 大家才能处得好 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